我想昨天這個不幸事件 我看很多人看了都很難過 但是我們應該要先找出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失事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致命的原因 因為像第二點的話 他已經有跳傘了 照理講他已經完成他的逃生程序 為什麼 什麼狀況下 讓他在這個過程受到重傷 而不幸死亡 這個飛行員遇到特殊狀況的話 這個都是一定的風險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能夠確保飛行員 在這種狀況下 他能夠順利的逃生 那這個逃生過程 有沒有發生任何的失誤 或者不該有的 所以我覺得要分兩塊來講 第一個就是他為什麼會致命 第二個就是為什麼會失事 那為什麼會失事 第一點大家很多人說這個F51 最近轉機非常老舊 實際上戰績是這樣 他跟車子一樣 你說一部車出場 這部車能用多少年 不知道 不知道 戰鬥機也一樣 你也不知道他可以使用多少年 但是他每一個部件 都有他的壽命 例如說他的最重要的發動機 就是他的心臟 大概要大概使用幾個小時 然後呢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後續保養維修 這個最重要 所以通常戰鬥機 在使用到一定的期限 也就是說他的部件都差不多 壽命快到了 如果你要繼續使用 軍事上有一個術語 叫做MLU 就中期的壽命升級 讓他可以再使用 原本F5系列 軍方有一個叫Tiger 2000 叫老虎2000的 就是類似像這種 延長他服役期限的一個計畫 但是沒有執行完 OK 當時為什麼沒有執行完 因為認為執行了以後 他所提升的效能 不如去買新的 那買新的 那我們自己研發 還是跟國外買 就這樣時間點都一直抓不好 後來我們有一陣子 曾經跟義大利買 後來我們現在又發展了 永鷹 永鷹就是今年六月總統 這個總統我去看 就是我們最新的這種高教肌 就高級教練肌 但是永鷹號 他真正的完全的生產要到2028年 那2028年到 離現在還有8年 那發生了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他可以提早 就像剛剛鄭浩講的 現在大概希望軍方可以提升 提前到2024年 否則 你如果要完成一架飛機的那種 服役連線的延長 不是沒有 現在技術也做得到 例如美國有一架叫V52轟炸機 大家也聽過 這是冷戰時期非常出名的一架轟炸機 他1954年生產 1962年停產 60歲了 美國最近把他做一個延長服役期限 預計宣布他可以使用到2062年 超過100年 各位可以想像 有超過100年的轟炸機 的軍事飛機嗎 還在飛 美國就準備 我要讓他延長到2062年 但是你這樣的超 他的一般期限的使用 就是我剛剛提的 你那個延長壽命計畫 要很貫徹的實施 否則的話 那當然就會 機械一定會有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是F5系列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SOP第一個 就全部停飛 那我們 就像我們說提的 希望軍方要趕快找出 為什麼原因 那軍方要找出一個原因 我也曾經在里外面提出過 過去軍方的飛機 包括超帽總統掉下來那個 直升機也是一樣 都是誰去調查 我們國家有一個直屬行政院的單位 叫運輸安全委員 但是他的調查項目 就是不排除軍方 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因為你如果自己調查自己 你很容易不會查得很透徹 這一定是要引入公正的第三者 來協助調查 所以像這一次F5 我認為運安會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否則你如果現在又交給國安部 軍方又自己調查 到最後他那個報告 就好像總長逝世 大家後來有注意到他的報告嗎 可能大家都沒注意到 基本上 不講了 他寫的就是 就是什麼原因 天后 他怪天后 怪地形 然後說駕駛員 是不是有所舒服 寫那個幾乎就是不痛不癢 我們認為每一次不幸的事件 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讓它再發生